那可能第一个想到说什么 什么 按空白键嘛 是 然后慢慢按慢慢按 我看你已经一个早上 可能全部在按空白键 你就已经 这个已经时间就耗掉了 对 可是问题 如果里面又改了一个什么东西 我看你就昏了 而且如果假如说 这个字不多还好 如果这个是好几个page的东西的话 好几页或者几百页的东西 你怎么可能用空白键 一直在那边去那边调整 所以这里面的话 就要用什么所谓的定位点 定位点就是说 你要定住 它就会刚好 根据那个定位点 帮你排整齐的 那怎么用定位点 我相信很多人不会用 那不会用的话 就只能突发炼钢 所以很浪费时间 而且又不漂亮 所以要怎么做 我想各位呢 先试着把刚刚那一题 先完成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这个定位点的使用方式 项目符号的话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画面先还我各位 然后看一下 上面的这个地方 它其实会有个定位点 那我怎么知道它的定位点 红色的字定位点 定位点的位置特别注意 也是在也是一样段落这个小箭头底下 各位有没有看到下方会有一个小的按钮 叫定位点 也就是说 我今天要查哪个段落的定位点 我可以先选取它的段落 然后呢 找到定位点之后的话 点下去之后 就会出现定位点的位置 那这个地方就会出现什么呢 每一个定位点 那所谓的定位点就是说呢 它的位置在这里 也就是第一个定位点在这一个 这个office的开头 然后它的对齐方式是靠什么 靠左 所谓靠左的话 就会靠左对齐的意思 OK 然后呢 底下的话呢 分别在第17个字元 所谓第17个字元 因为它的单位是17个字元 17个字元呢 刚好是在这个位置 到这里 那为什么我知道会在这边 因为它是靠右 那所谓靠右就是呢 靠右对齐的意思 也就是它这边 17个字元刚好在这里 然后字的话 刚好就靠这边对齐 那其他的话 24也是一样 24也是靠右 也底下都靠右 所以呢 它这个地方呢 通通都是类似像这样 那你会想说呢 为什么前面呢 是靠左 后面是靠右呢 因为呢 特别重要 前面的这个是文字 靠 靠左 数字一般是什么 靠右 所以为什么会靠左靠右 这地方的话呢 其实有这个这个部分的不一样 那你会发现 这地方会有 0 17 24 31 37 43 那如果说你今天希望底下的字 对齐上面的话 怎么办呢 把这边记起来 等一下去设定这个范围里面的定位点 它就会排一样了 了解意思吗 我说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把这些通通记下来 我刚才已经把它抄下来了 除了第一个是靠左 其他都靠右 对不对 好 再来的话呢 把底下这个范围的字 选取起来 轻色往底的范围 对不对 然后呢 一样 在这个地方 定位点 它里面一定没有定位点 没有定位点就乱掉 先说一下 先按一下这个地方 有一个显示隐藏 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们中间的间隔一定是一个什么 一个Tab Tab Tab 就是键盘的左边的第三个Tab Tab 利用Tab做定位 OK 那如果说你要让它们都定在同一个位置的话 一样 先把这个范围旋起来 旋起来之后的话呢 再到这边 定位点 分别增加什么 0 你就输入0就好了 它预设值就是位影员 所以呢 你就靠左 按一个什么 设定 0就进来了 再来多少 17 然后靠右 设定 再多少24 再输入24 也是靠右 设定 再来是31 设定 再来是37 设定 再来是43 设定 好了以后的话呢 按确定 它都乖乖听话 那么非常简单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知道 大概位置多少 你也可以去微调 如果太过去或者太过来的话 那你可以再去做调整 都可以从所谓的定位点里面去做调整 我想这样 我想这样